由张丽阳和刘依儿主演的电视剧 不适得的微笑 随着剧情推进 两人慢慢开始发展感情线 互动甜蜜充满着暧昧情愫 为了增添粉红泡泡 剧中上演一段骑单车的戏码 只是画面看来唯美浪漫 实情确实相当惊险 开拍前张丽阳不断演练 甚至重训锻炼腿部肌肉 结果正式上场 一手环抱住她的刘依儿 竟然脱口说出 肚子肥肥的 妻的张丽阳立刻敲师妹的头警告 刘依儿只好改口 好啦超硬的 接着换女生再男生 刘依儿笑说 师兄简直把生命交给她 真的压力超大 也因为是第一次在体重比自己重的人 一度重心不稳差点撞上墙壁 张丽阳以劫后余生四字 形容当时的状况 当下她感到非常害怕 因为女方完全没意识到 一直往墙壁偏移 尽管心中不断浮现 快要撞墙的念头 但为了展现专业 必须保持镇定 张丽阳透露 她连眼睛都不敢眨 只希望导演赶快喊咖 然后跳车逃离现场